今天就要求他们来广告平东县的方式 再算是经济队法委员邀请他们要得到学习的方式 但是我对他们说之后 谁得利 我们要考量说最终得利的人是谁 这个才有意义 他们的产业当然是高科技产业 他们赚钱 他们外销比内销不赚钱 他们永远都是连者 苏责经济长大的质量非常严重 所以当然限制于我们不希望要坚持 每一个农民都能够被额离 那这个无疑 台湾亚族的组织 不信任连续 不是要广告 不信任连续 目前这个计划你预计哪时候会正式 下礼拜如果我们今天会有关于台并费性紧急 那我们会送上新办事的计划 那我们希望在今年年底之前 能够有20MW的装饰 那20MW的装饰 我们现在在这个装饰 一下子就 劝劝把它完成20MW 超越过去 但是能有能量 那20MW光是这个 台湾亚族的20MW 20MW它就会带来很多 相关的产业 出去 工作机会 大家看看这个 有很多公园 这个公园被越训练 训练越好 所以将来 这个 整体它的输出 在国外很多国外的 这个 7个变钱之下 受害 我们以前写出他们 假设整理 那因为这个店 不会卖给国外 所以当地的工作者 获取利益 所以现在全世界 自由贸易之下 当地的工作者 都是最失败者 因为 活着者永远得利 那我们目前 我们说 我们要跳脱这种 这种魔作 我们就是要 落实在 每一块小地 小土地上 看到 我们这个方向 就是正确 那不是 才能 寂寞的方式 对